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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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回到了剧组 可是没想到摔水附体的正直又在剧组被刀子捅了 就呼吹上正直对吴曼迪展开了真情的告白 可是吴曼迪却心眼 拆穿了装便的正直 最后吴曼迪告诉正直 电影是自己唯一的梦想 正直痛下决心想要好好的拍戏 果然正直在剧组十分的努力 无论任何戏码 他都能为了曼迪无趣奉献自己 正直不惜自己的身体受伤 这部电影终于告诉了观众真实 原来正直与导演吴迪曾是恋人 小程往事真是那段爱情的纪念 在经历了各种争吵和误会后 让人终于解开心结 随着电影拍摄临近结尾 正直和吴迪 川子和苏妮娜两对恋人 都迎来了他们爱情的新开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或是有什么好的提议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哦